现在我们恭请本寺主持 慧雄大和尚 带动大众唱佛曲 首先 对今天晚上 持续的所有 海内外珠山长老慈悲 各位父法善信 各位嘉宾 我们 比如是 无极之马器的 各民族和宗教 的联谊会的成员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 的红法大会 开始以前 大家一起 来欢庆 比如是八十周年庆 所以他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文化 对佛教的艺术舞蹈呈现 给来自中国 香港台湾 马来西亚 那趁着演到美国澳洲 那这一次红法大会 可以说是来自全球 有五六百位的嘉宾 五六百位的佛弟子 参与在一起 来共战法越 来共同成就 今天晚上的红法大会 感谢大家 新加坡是多元种族文化的社会 我们新加坡随着花园城市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在这个宝岛 这个是一个美丽净土的国土 所以很多人来到新加坡 赞参新加坡的优美新加坡手法 同样我们佛教徒 如果我们用音声表达 用语言表达 用行动来表达 处处都是天堂 处处就是净土 那我们如果生活在一起 我们只有怨 只有恨 新加坡很辛苦 怎么样我们太守法了 不自由 事业很难赚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新加坡呢 所以我们同样的 不能把八色田中存的不好的 我们要到哪一个地方 我们在中国 中国也是很好多民住 今天全世界的人赞叹中国 甚至我们在美国 我们在澳洲 我们住的地方 每一个人的地方 我们心有存的正念 我们就能够显现出一个净土 那所以我们通过佛教的净化心灵 美化环境 生活我们的人格 要把我们人 人人生活在 自在 我们不是自由也找自由 找自由 你内心不自在啊 你内心还要充满的一种厌恨啊 我们要真正的自在 我们在每一个地方 都是清净的国土 因为我们有愿力 我们有慈悲 我们有智慧 生活在智慧的当下 你处处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好人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来庆祝比罗斯 八十周年庆 我们一起来赞叹 我们大会主讲人 会立长老 我们知道在末法时代 不容易清净到善之时 我们要清净一个善之时 自己也要具备这个条件 我们也要有这种恒心 有这个耐心 要去接受 长老给我们的开示 给我们的指导 当我们能约束自己的行为 端正自己的观念 那你就开始走第一步了 好 我们不讲很多 等一下我们请长老 跟我们讲了更多佛法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祝信 希望今天的王会 能做得更殊胜 更庄严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还没有迎接 大会主讲人 主讲人以前 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首佛祈 赞声歌 好不好 我们来赞叹 生宝来赞叹 惠丽 长老 好 我们一起来会唱的 这个歌大家都能够唱 好 我们请 好的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佛祈 天的心腸 床眼的飄 情思像青山的光耀 既然变化的故乡 流入秋清淨 你一次有四残娘的四人敬仰 好四人敬仰 平山的一波 佛子的心腾 发音像恩怀的海彩 可以像清凉的看護 解救了世间的孤独 有四尊娘的四人敬仰 保持恩情 禁山的一波 法子的心腸 禁山的一波 佛子的心腸 死的死命 發音像藤白的海傘 死亡像清涼的乾爐 解救了世間的孤同流 死者娘的死人清涼 好死人清涼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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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